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游文客场1比1葡萄牙体育 总比分2比1晋级欧联杯4分之1决赛次回合 拉比奥特破门后送点 最终游文客场1比1战平葡萄牙体育 仍以总比分2比1晋级 据统计 这是游文队史第22次闯进欧战半决赛 这一数据排名一假第一 在欧洲也仅次于黄仁萨 罗马主场4比1费耶诺德 总比分4比2晋级欧联杯4分之1决赛次回合 罗马在第80分钟丢球 总比分1比2落后 迪巴拉在第89分钟打进救命球 应深深把比赛拖进加实赛 在加实赛中 罗马凭借着沙拉维和佩莱格里尼的进球 最终以4比1的比分击败费耶诺德 以总比分4比2逆转晋级 勒沃库森客场4比1圣级罗斯 总比分5比2晋级欧联杯4分之1决赛次回合 赫洛热克 巴克船舍迪亚比和弗林鹏各进一球 勒沃库森客场4比1击败比利时球队圣级罗斯 以总比分5比2晋级 在少帅阿龙索的带领下 勒沃库森时隔21年重返欧战半决赛 他们上一次闯进欧战半决赛 还是在01-02赛级欧冠 最近12场各项赛事 勒沃库森八胜四平保持不败 他们上一次输球还是在今年2月份德甲主场2比3美因子 欧协联方面 佛罗伦萨客场2比3落败 仍然以总比分6比4晋级 而巴赛尔则是以总比分4比3淘汰尼斯 阿尔克马尔点球大战4比1击败安德莱赫特 以总比分6比3晋级 西汉姆连客场4比1击败根特 以总比分5比2晋级 一甲成为最大赢家 加上欧冠的AC米兰和国际米兰 一共有5队进入欧战半决赛 这是历史首次 而巴赛则全军覆没 这是2019年之后 首次没有一支巴赛球队晋级欧战半决赛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